今天我们来到秀秀姐所设计的空间 听说今天的屋主 他是幸福空间的粉丝 然后每天都来看幸福空间 那么当初他会找到你 是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万中选一 选到秀秀姐来帮他们做设计 这个案场当然业主他自己本身做了功课以外 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两位 他们本来就是住在这个社区的 然后他们也是因缘之下 又买了隔壁栋的这一栋 这一户 那这个是一个15年的房子 然后其实基本上原先也有装潢 那只是说装潢的格局不是他们喜欢的 那他们跟我很精心的讨论 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需求 需求 那很有趣的就是我会发现 其实他们其实相当地讲究生活品质 包括他们平常其实在这个参除空间 会希望能够功能很强 而且看起来的这些柜体都要很精致 然后对于这个浴室的需求 他们也希望能够做到很精致 然后品质很好 但是他们却是一对就是喜欢减法生活 不喜欢太多的罪事多余的东西的一些观念 那关于这个观念呢 其实我还蛮欣赏的 就是每个人到达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巅峰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就是也很有事业 然后也有很充足的经济都很棒的时候 一定都会很想要追求很棒的这个装修 豪华 生活 豪华 对不对 但是我跟他们谈话之下 我发现他们其实喜欢减法生活 不喜欢太多多余的东西 包括他们的家具呢 他们用的都是他们原先 已经用的品质非常好的一个实木的 日式品牌的一个实木家具 那都继续沿用 那我当初也设计了一些柜亭 他们也觉得那些都太多余 因为家里如果你弄那么多东西 其实是浪费 而且整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对 他们觉得必要的物品 必要的收纳就够了 所以在这个将近50平的空间呢 我们这样子的柜体设计起来 除了足够以外 空间感其实就做出了很多的 净空的这种这个很宽敞的感觉 那么一进来 其实我是觉得整个空间 它是非常的宽敞 而且也很明亮 但秀姐跟我讲说 原始的格局 其实好像没有这么理想 对不对 对 那原始的格局呢 当然可能是上一个屋主 他们的需求 对 他们一进来呢 左边就有一个很长的厨房 然后呢 也有一个蔬菜台 可能就是他们的需求 希望是这样的动线 那但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屋主 对 他们喜欢开阔感 所以我们就做了开放式的厨房 那尤其是呢 你从一进门 你就会看到窗外的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窗景 绿意盎然 对 所以我就是想说 我们做开放式的厨房 然后玄关呢 一进来要去迎接这样子的一个窗景 所以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就是做得很开阔 那尤其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玄关呢 做得非常的精致 那在这个地平的设计上呢 也是呼应就是我们全市是木地板的关系 那实木的感觉 但是呢 我们配上一个精致的玄关地平 那我们用了灰色系和白色系的这个瓷砖 去做一个几何图形的拼贴 那看起来呢 非常有设计感 那从这个玄关的这个设计呢 我们在收纳上呢 也非常的重视 因为虽然说他们要减法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做分类分区的收纳 以及呢 业主很喜欢收藏画作 所以它有一个藏画柜 它的柜体里面深度呢 到达有160公分深 有 我刚才看我 然后天哪 怎么也太深了吧 对 而且屋主的女儿也很会画画 是一个正在学艺术的 艺术学院的一个 未来的艺术之心 艺术家之心 那她也画得很棒 她在她的房间呢 也有一幅就是很棒的一个镜物画 所以秀姐 其实因为我之前有看原始格局 就原本的玄关是蛮小的 所以玄关经过秀姐改造之后呢 就变大了 然后收纳技能又强又变得又精致 秀秀姐呢 把原本封闭的厨房打开来之后呢 整个餐厨区 哇 变得非常的宽敞 因为刚才我们中午就坐在这边吃便当 心情超好的 对啊 真的很棒的餐厨区 对 那尤其这个中导吧台 非常的精致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也是让动线很顺畅以外呢 在这个台面上 也有很多功能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也搭配了这个日系品牌的非常高级的厨具 以及我们在这个电器柜的收纳呢也做得相当好 那在这个开放式厨房呢 我们当然就是三进式的厨房嘛 对对 那你坐在这个餐桌呢 非常的这个 除了动线好以外呢 也非常的这个舒心 对 你看着这个外面的窗景 那两侧呢 都有很好的收纳 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餐柜 那也有这个杯盘展示的空间 那以及呢 在这个另外一侧呢 就是沙发后的一个矮柜 那我们用非常精致的一个大理石 灰色系的大理石来做搭配 那也可以增加一些收纳 以及上方呢 也可以摆放一些摆饰品 那这样子的空间设计起来呢 真的非常的开阔 明亮 采光又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到司领域了 听说屋主他非常喜欢美式风格 对啊 你知道他的书房啊 我们做的书柜 就是非常经典的美式 而且呢 我用了这个色系呢 是莫兰迪的这个蓝灰色 对 以及配上灰色的大理石 非常的精致典雅 你知道他很喜欢那个日系的 这个品牌的实木家具 这样搭配起来呢 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属于 就是很享受品质 然后也很低调 然后低奢 真的 就是一种低调的美式 然后但是里面的所有的设备 都用得非常的精致 对 但是高级品啦 对 对不对 你有看到那个主浴室吗 有 我看到 因为刚才呢 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主卧卫浴 真的是超漂亮 对 六星级等级的 真的是六星级等级 但是听说原本 有帮他们做一个更衣件 但是后来更衣件取消了 对 反而收纳量更大了 对 没错 因为那个更衣室 其实切割了这个主卧空间 对 那我们把它打开 不要了 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一进门呢 还是有做一个屏风 遮挡掉厕所的门 那在这个屏风后面呢 也有一个很精致的梳妆台 对 那它三个房间 其实主卧 儿子房 女儿房 我们都没有做床头造型 只是用颜色区分 对 那这个颜色区分 每一间你都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感觉 那主卧室呢 也是有一个弧形的很大的一个窗景 那这样子的弧形窗呢 我们上方的天花板也跟着做 所以弧形天花板看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其实我觉得空间的整个动线跟格局 真的很重要 因为原色格局 我看也觉得就觉得还好 然后感觉就是空间比较狭窄 但是今天的空间把它打开之后呢 就觉得更明亮 而且我觉得 绣剪在于空间美感设计的掌握呢 真的是非常到位 我相信呢 屋主呢 接下来住在这边 一定会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很舒心 想欣赏更多 运绣绣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这是HOME.me独家开发的空间规划APP 你只需要对着想搭配的空间 使用手机快速扫描 透过AI人工智能的运算 快速布置你的家 结合空间感知及定位技术 所有商品尺寸皆于空间吻合 不需要再次丈量 即可看见商品在家中实际呈现 甚至是移动搭配 让你不再需要想象即可看见 HOME.me拥有超过200家家居供应商 及数千项商品的支持 拥有最高20年的商品品质保证 与专业的运送安装团队 你也可以快速加入购物车进行购物 未来 我们将大范围开放所有家居品牌的加入 并实现多人远端同步搭配 及AI布置推荐 众多开发商的合作 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家庭 都能快速布置 并拥有美好的空间 让居家搭配变得如此简单 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 无论是全市装修 局部装修 还是新装修 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 旅行 Canal